小王半夜载客开在路上 突然看到一只狗趴在路中央 但司机已经来不及反应 直接撞上去 司机急忙停车查看 小黑狗被撞到动弹不得倒在地上 不断哀嚎 后脚多处擦伤 而且关节脱臼 小黑狗伤得实在不轻 这时突然一群人冲出来 要求司机赔偿 事发在14号凌晨新北市板桥的南亚夜市 问奖急忙把小狗送去动物医院 但他事后越想越不对 因为这明明是一只流浪狗 附近摊上一起喂养 事后却向他索讨赔偿 最后医生估计医药费约4到5万 问奖出了五分之一 用一万元跟对方和解 你既然你有饰养 你路那么宽 你就应该在你的摊位 你不是把它放在那里 然后今天是我车子撞到你 我有车损 车损还没事 如果摩托车子撞到你 那算谁 那并没有强迫他付钱 就在那个很激动的摊桑结束之后 就没有人再强迫他付钱 因为警察还是说他可以直接拒绝我 摊桑强调因为事发当下 其中一人情绪比较激动 口气太强硬才会造成误会 并没有要求问奖一定要赔钱 事实上如果小黑狗没有四主 在法律上就无人可以代表求偿 流浪狗遭撞引发纠纷 但这种意外恐怕双方都不乐见 三年约徐赵伟 顾元松 李玉锦 徐志诚 新北报道